我們今天就講一些關於澳洲馬的問題 或者我們回顧一下 在皇家亞時駱賽期有幾匹澳洲短途馬 就過去挑戰短途一級賽 黃石錦標六發達贏了 另一場白金喜錦標同場出兩隻 有一隻比較熱的嘉士國士就輸了 但一隻跑平頭第三 亞騰雲跑平頭第三 和美國馬那隻平頭第三 張先生看完這些跡 你覺得是澳洲短途馬的水準 簡單來講 事前Chris Waller那兩隻 國士嘉士和那兩隻的名氣很大 莫非文兄弟那隻沒有那麼大 但那隻臨場在英國起飛 當日即是駁殺 駁殺派是三 也是很成績 但我想指出兩點 我常常跑出平頭貴軍 這隻叫亞騰雲 112分 同樣美國一級馬 由華爾特訓練那隻叫做 兩隻實力都一樣 交出應有水準 是很合理的 可以這樣說 那隻國士嘉士的分離較高 但他可能跑不出水準 不要理他 總之我想說一點就是 那隻陸化帶 是差不多是當代澳洲馬王 未必是最厲害的馬王 但肯定近幾年是馬王 跑了三十七場 贏二十場 那你知是馬王 是否超級馬王 一代馬王 一代馬後未必 但是是馬王 另外兩隻就是普通的 很好的一級馬 澳洲一級馬 去到英國是可以跑 但不是橫掃 不是橫行無忌 我只是想指出澳洲馬圈 經常用這一點來吹噓自己 澳洲短途馬是短途無敵的 自尊無敵的 全世界無敵手 這個是誇張 當然賣花 讚花香 為了要賣馬 這個必然的 我最同意的 澳洲的短途馬是很強 亦都是全世界最強 但不是超然 不是超然 不是說你去到哪裡橫掃 你已經派一級馬去的了 你已經派一級馬去到英國 只有三三四四 即是說 你每十年澳洲 就會派一隻馬王 去贏一兩場英國一級大賽 就說我們無敵 就剛剛吃了一半 如果你不計馬王 你只是計大家普通的一級馬 根本分別不大 其實他也不是每年去的 是選一段時間 他也很差 但總之撞到 如果有這麼多一隻 是很好的短途馬王 他就會找一個機會 去歐洲 英國出擊 你知道華麗 Chris Waller 已經是最歐洲化的 連馬師 一年賣幾十隻 二三級馬回到澳洲 很合理 他看準了 用一隻124分 很難的 在歐洲短途馬 很少這麼高分 不要說一代馬王 都是馬王級的 非常好馬 去英國贏很合理 我就不覺得 因為一隻橫掃 澳洲短途馬 超而橫行無機 對不起 我不同意 我以為有一個炮 不要忘記 別人的那隻 美國馬 根本不是馬王 也不是很出色的一級馬 他們在英國有三 澳洲的草地短途實力 和美國短途實力 是沒有分別的 只為香港馬會最高層的主力人 是完全不喜歡 美國馬來香港 只是這一點 我想很強調 我再說一次 我不斷說 你說有沒有利益 對不起 我從來不賣馬來香港 第二 我更加不會賣美國馬來香港 如果沒有這條路 我講明 我只為不滿意 香港的澳洲馬反 經常和香港的馬主小孩 短途去澳洲馬 不能跑 無敵 強很多 短途是澳洲馬 卻強項 絕對不會懷疑 水準很高 可能全世界平均最高 但不是橫行無敵 我要講出兩個數據 為什麼呢 因為每年在澳洲生出的純種馬 兩三萬匹 八九成是跑短途的 即是說 每年會生出一萬多隻的短途馬 那你跑出來的一級馬當然很強 不是 在英國和愛爾蘭 每年大概三百九千隻馬 現在多了可能有一萬隻 一萬隻 但因為那些短途馬 不是英國的主流 那一萬隻馬 八九千一萬隻馬 大概只有一兩成 是跑一里以下 一千多隻的 高溫馬 和你一萬幾隻 一萬五千 接近二萬隻的馬跑出來的高溫馬 是平手的 根本是最高水準 是分別不大 平均水準高的意思 是吧 你明明有道理 這個數字的問題 因為我在澳洲 可能有三十隻 贏得高溫的短途馬 英國只有三兩隻 短途賽事很少高溫 所以我們說 拉雲的數目 當然是澳洲短途馬強一點 是吧 我們拿回另外一些數據出來 我都說 現在跑八八場馬 澳洲馬贏了四百多場 香港 香港 因為馬後最多了 只是計千二米馬 千二米賽事 也是澳洲馬的最強項 現在大約三百多場 數字不需要確實 到百分之確實 三百多場 他贏了大約一百九十場 六成 六成 很厲害 因為香港 千二米有三項 沙田草地 沙田泥地 所以跑得最多 但是我經常都說 這個 雞和雞蛋問題 是吧 因為你這麼多賽事 自然就有澳洲馬來 多澳洲馬來 自然贏得多 少了會不會 會不會一樣呢 我想給出一個數據 我想只有我一個數據 全香港跑到現在大約三百多場的短途馬 大概 你知道嗎 大概 單港千二米賽事 大概每年有五十場 五十場 即是一成以上 的賽事 鎮上面一隻不半球馬都沒有 你明白嗎 那十二隻或十四隻 全部都是澳洲馬來的 你明白嗎 所以 單港這個數字 英外馬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他贏得三十場 不是三十 out of 三百 明白嗎 因為他已經投降了五十場 給你了 大概二百五十場 他贏三十幾場 所以根本的比例不是那麼低 只要我有一隻馬在這裡 一兩隻馬在這裡 我已經有機會和你 和你跑的了 即是我們的邏輯 其他那些場次 我一隻都沒有 我根本你們正在贏了 不但正在贏了 經常每季有幾十場的千鹽衛賽事 是澳紐馬包辦三甲的 你明白嗎 因為那隻 唯一那隻 可能鎮上面 只有一隻 或者兩隻的 不半球馬 是不夠跑 那你自然就包辦三甲 但這個就是 我自己 這麼多年的統計心得 沒有人會這麼多時間做這些統計 會不會和那個 入口馬口的比例 就是會不會有關係 因為近年 如果一定章桑在統計上 都称北半球 和藍半球的入口當中的比例 越來越被北半球馬 因為 這個世紀缸 由三十幾百資又 olsunρα 即 IS下跌至二十幾百分 到了金銅海嘯之後這樣反彈 反彈曾經 Psychology 翻到三成多 但近這一any rage 又再跌 近這一輪 更加急跌 跌豈 Über二成左右 即是八二的 包括日本馬和美國馬 所有加起來只有250隻左右 如果你購買日本馬和美國馬 只是加上歐洲馬 只有230隻左右 30-40隻左右 這就是基本上的統計 沒有人會這麼無聊做這些統計 我們這些純粹 內港人不是做一些統計可以幫助民眾 不過我們純粹做出統計 讓馬為一個正確的宏觀 很重要是一個正確宏觀 我再說一次 澳紐馬在香港1200米 去年贏了接近300場加起來 但沒有忘記有50場 不用跑已經贏了 南北對決 北本球馬一隻都沒有 當然贏了 不戰而勝的已經有50場了 所以我就做追統計給大家 做個參考 這個皇家亞事局 一兩場賽事 很韌耳不想聽 也都影響他們很多人的飯碗 但是我這樣說而已 我沒有叫你不要買澳洲短途馬 對香港的 如果你作為馬主 你是一個香港人特性 叫做急功近利的 急就張 當然是買澳洲短途馬 來得很快就行 澳洲馬根本沒有水套問題 完全沒有水套問題 短途馬又早熟又來得快 通常三機場之內已經有機會贏馬 我們客觀這樣說 在歐洲和英國的短途一級賽 相對的數目比較少 特別在英國的短途一級賽 特別是1200 很多時候很多馬跑很多季 都還在跑 我給我印象 深淵女可以細紙 跑到差不多12歲 都繼續跑這些賽事 是否在英國來說 這類短途馬 比較可以 耐跑得來 未必有這麼多新血去補充 在這些賽事 都是啦 因為平均水準不是那麼高的 第一點 第二點 很重要 一年 生出來的 八九千隻英愛馬 只有1000隻可以跑一里以下 全部都不是跑最短途的 自然補充的生力軍就會比較少 明白 OK 多謝各位網友繼續支持 如果各位網友對我們的頻道有興趣 希望你們可以繼續訂閱我們 還有給我們一些鼓勵的like 我們今天這集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